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扎洛教授 博斥近期一些国际媒体不时报道 指出寄宿制学校是充分结合西藏人口居住特点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而兴办 学校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西藏偏远地区农牧民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利 并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西藏兴办寄宿制学校的主要原因 一是因为人口居住分散 很难实现就近办学 二是多山的地理环境导致交通不便 西藏寄宿制学校特点 自愿寄宿 办寄宿制 每年在校约200天 政府承担学生的食宿 学习费用 学习藏文和普通话的双语教学 具有西藏特色的管理体系 西藏寄宿制学校 最大限度保障了西藏偏远地区 农牧民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利 为西藏发展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 对学生本人的成长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们的次产生会讨论 我们的次产生会讨论 我们的次产生会讨论